他就是這樣吃病 他就是這樣吃病 農委會是這樣子 環保署一定也是這樣子 經濟部台庭一定都是這樣搞 像瘦肉經一樣 瘦肉經 之前瘦肉經 他就常常這樣講 200多篇 paper 都在講說 這個沒有害案怎麼樣等等 可是有一個邏輯的問題來了 那時候就剛好有報紙有質疑 那個 paper 是誰寫的 都是那個瘦肉經業者寫的 他花錢做了研究報告 200多篇都是他寫的 當然啊 我在生產瘦肉經 我會講說 我今天瘦肉經可能不錯喔 會寫這種 paper 嗎 不會啊 可是他們就把它當成報 台灣就是這樣的狀況 你看 200多篇啊 就是這樣子搞啊 我記得在有一次的 那個專家會議的時候 我就去跟康兆州 FTA的那個局長 我跟他講說 好嗎 那你說都沒有瘦肉經那麼好的話 那200多篇 paper 你告訴我 你們看到哪幾篇寫它很好 哪幾段 哪幾篇 我不相信你們200多篇都看過 告訴我哪裡 然後他們就跟我講 在網上都有 你們自己去找啊 他說這樣 烏龍 可是很妙的是 我當天在農委會那個會場這樣子講 很正常嘛 對不對 我們要求他很正常嘛 因為我不知道啊 200多篇網路上都有 可是我不知道你們 說服你們的是哪幾段啊 哪幾個章節哪幾段 我這樣講 竟然後面有記者在寫著聊呢 我後面進來有某 不要講說 誰啊 有那個記者在那邊聊 問這個東西幹什麼 自己去查就好了啊 怎麼樣啊 對 常常我聽到他們這樣講 沒有 我從這個部分其實也突顯出 我內的記者 真的不用說 不知道 有不對嗎 你說你們有 那你拿出來給我們看嘛 官員就咬定了 連記者說他這 都怎麼辦 反正你不會去挑戰我 就這樣子跟烏龍 我跟他講 然後他就扯到旁邊去 我就扯掉了 狀況都很奇怪 所以我就寫信給歐阿姨 歐阿姨就說 欸 這是刀病人 然後後來我就開始 開始繼續跟他對話 他們都不接受 後來花了很多時間 終於才找到那個了 當然 整個過程當中 其實最重要的那個部分 我剛剛講 一個記者的最大的轉變 跟傳統記者的那個部分是 我從12月25號開始 寄司機給他們這個動作 對他們來講 對很多記者來講 不可思議 你怎麼可以去介入新聞事件呢 因為沒有辦法 我真的沒有辦法 好 然後後來甚至 霍天荒 第一次以前都是記者被告 然後這次我想 好 我都被告 告官員 前年的12月28號 第一次去告 我會說第一次是因為今年 去告第二次 去告 告他們 就一直去做很多 那是那些北檢告官員 是北檢去告官員還是你 我去告 我去告 對 好 那這個部分其實在 也許很多人會覺得說 你記者已經預約 你記者應該要守的那條線 可是我寧願把它當成是那些種 那些種參與觀察跟實驗法 就如同我們在做研究的時候 你會有很多種方式嗎 你會有填液調查 你有文本分析 你會有很多資料的比對等等 我頂多 我只是加了一個參與觀察跟實驗法 然後結果用這些方法 你看官員就無從 他的那個惡行惡狀 就全部限定出 我後來我是自己用這樣的一個方式來看 因為 所以我在思考說 記者應該要角色是什麼 面對現在越來越惡劣的環境 記者可能真的沒有辦法想說 我寫了一篇文章 我的利潤都很正確 然後官員就會聽 不會 他們絕對都不會聽 都不會看 你沒有給他們壓力 他們絕對不會改變 你三月九號沒有站出來 對不起 他們覺得說你們都是支持續建的 好不好 就是這麼簡單 好 那我覺得說整個事情 在很妙的部分 在七月年七月 我看看七月份 在往七月底 在往路上播出的時候 那時候都沒有壓力喔 可是到三月四號 許天台下台之後 壓力就來了 很妙 怎麼那十點很奇怪 然後就有不自身的農民 開始打電話來關心了 他來關心 服外務卻是說 你家裡住哪裡 我知道啊 這幾天 你最好在家裡泡茶 不要出去 你出去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不知道 然後就開始說 雖然說你賺幾千億 他說雖然你賺了幾千億 他也賺了幾千億 拜託 死了幾千億的細胞 雖然你賺了幾千億 不過呢 我就說 別人都一樣 一個小時之後就沒了喔 他的意思是說 每個人 你只要推進去燒 一個小時之後 就變成骨灰啦 他用這種方式來關心你 建議你不要出去 然後開始有發簡訊給我 你有感覺嗎 有啊 你不能做的 然後 然後 然後開始 策動很多人在網路上 然後甚至 要策動農民來告我 說你偷我們的死雞 然後 因為我不是寄死雞給農民啊 他說你偷雞 雖然他是死的 可是那是我的財產 然後 那個時候是因為 彰化的 記者朋友打電話給我說 你來生日 我告訴你什麼 他說現在 農政單位 可以給你一個人 農政單位還有誰 就是我們英勇的農委會 然後 就這樣子 然後叫他們來告我 我說不要緊 英勇 我在做調查 我自己都保護我自己 第一 在他們那個範圍裡面的基 我覺得不撿 因為會有真意 要你侵入人家的地方 那個地方 我撿的都是他丟到路上不要的 我說我歡迎他來告 他一旦告我 我馬上去告他 用什麼動物 不是不是 動物傳染病 防治法 你那個是高病原接控 你是照理來講 有一套的規則 你要找化智慘 他結果不死啊 他都去陪那些 刺頭三 死雞都去陪那些刺頭三 你知道嗎 對啊 對啊 尷尬 很多都是這樣子啊 那個東西都 我說一旦這樣子 其實這個東西他有辦法的 後來他沒有告 那我們在做調查 其實還是有很多種方式 要保護事情 這個部分很重要 那當然 我覺得說 整個狀況 就是 產業界 不能說人秘秘秘秘 要談的就是一個共生的概念 那當然 其實為什麼不能說人秘秘秘秘在 流媒體沒辦法播出 很多原因當然就是 有很多政府的專案 第一個是農委會花很多錢在 在那個整個媒體裡面 大家都看過 只是你包裝得很好 你不知道 有哪些 什麼 觀山 觀山米 池桑米 富麗米 每次都在講說 那個米多好多好 比那個什麼月光米還好 對不對 每一年我們都會看到這些報導 你以為是電視台佛心來著去做嗎 當然不可能 那是農委會農糧所出的錢 制度性行銷 漁業有沒有看過 香港兩隻的 澎湖的海地魚 台東的海地魚 什麼又大又黑莓 什麼許農魚 那是漁業所出的錢 連 隨陸跑辭曲都有在出錢 八八風災 他們講說這個生態工坊多好多好 隨陸跑辭曲 連可愛的米格魯 我們出國回來 我們不是有看到那些報導嗎 這個米格魯怎麼樣訓練成 他當成一隻簡易拳 然後很可愛啊 然後他盡忠職手 不小心還被那個轉盤繳到腳啊等等啊 那是房姐舉出的錢 全部都是支路 那每一年都在做這麼多支路 電視台當然也是會有一點點估計 那當然另外一個就是整個產業界 產業界其實也是一個很 怎麼說呢 產業界其實他很可憐 他很弱勢 可是官員是官員最好的武器 如果你做了影片報導 產業界說我要去包圍你 你慘 媒體都會怕 真的都會怕 光自由時報 他們就被 農營耳機協會 申請要包圍兩次 後來都沒有 因為他們就是申請了 如果你抱一個什麼情緒感之類的 然後他就想說影響到我們產業 要求你更生要求你怎麼樣 說發動農民去包圍自由時報 如果我這樣說 那我馬上通知所有的媒體 說我們要包圍誰 你覺得中國時報聯合報 蘋果日報會不會去採訪 都會不會去採訪 所以 我可以去採訪 我可以去採訪 我可以去採訪